悬化室烘碗机自然 机台底部毁损破裂 下方的洗手台被烧到整个发黑 厨房是一片狼藉 旁边的墙壁也被熏得满处黑 当时民众许先生 剖出事发照片 吓了好大一跳 直呼差点被烧死 看到这一幕有网友开玩笑说 这不是烘碗机而是摇烤机了 碗都帮你烤黑了 怎么样也想不到 烘碗机才用了两年多就发生意外 16号傍晚7点多 当时许先生正在楼上休息 突然听到楼下的警示器想起 下去看才发现起火了 还好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对此烘碗机业者表示 接获消费者反应之后 已经派员了解关怀 并立刻召开专案小组会议 讨论产品的实用情况 后续了解产品的起火原因 研判是水盘积水没有定期清理 积水流进去陷入位置 专家提醒安全起见平常使用电器 就要保持好习惯 留意电线是否有军裂 水盘积水满了 也要不定期清理 该案件的相关理赔 双方还在持续协调当中 聚业新闻中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